好 各位奇友大家好 这晚起是今天4月24号 进行的第二届烂科杯世界围棋公开赛 48近32的比赛 由黑方金智希对战白方谢尔豪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首先也是恭喜谢尔豪完成的人生一大事 就是刚结完婚 可以说谢尔豪最近的状态是非常不错 又有了结婚这一大喜事的加持 那我们感觉这个豪哥会势不可挡 金智希的话呢 那毕竟是年龄也比较大了 这个状态肯定也是肯定不如之前了 所以说这一盘棋在下之前 我们普遍看好谢尔豪 那我们接下来欣赏棋局 开局黑棋向小木 白棋行小木 然后黑棋大跳 惯用的这个套路 白棋挂脚之后单关跳 手脚 黑棋点33 左下白棋就选择把自己给走后了 最后的话其实不是围下边 而是瞄着左边逼住之后 发展这里的模样 黑棋拆边 然后白棋再逼过来 黑棋二肩地甲 白棋选择跳一个 这个是非常有气势的一手棋 因为左上角即使黑棋照住也好 这个尖顶也好 都不可能一手棋补干净的 那白棋先把左边的这个模样给扩张 取得对于全局的一个这个把控 这手棋确实值得推荐 然后黑棋选择罩住 白棋靠33之后 虎一个 那接下来不管黑棋怎么走 这个里面白棋一定会折腾出一个截阵来 就比方说黑棋长这个 白棋也不可能长 因为被黑棋挡住的话 这个根据地实在是太小了 太局促了 那白棋也会搬去拼这个截 因为白棋左下角还有不少截材可以用 实战黑棋打持破眼 白棋再做截 这个棋还是比较有弹性的 黑棋提 下一招白棋左下角扳 黑棋反扳之后 白棋再提截 然后黑棋顶住 之后白棋断打 这个截双方也是变得越来越重了 但黑棋提截之后 白棋下方再一断 那这个棋 黑棋不可能去马上消截的 你这样消截被白棋吃通 你可是在左上角花了N手棋 白棋又把左下角吃住了 这个旁边的跳 又恰好限制了黑棋的发展 自己的模样还无限大 那这样转换 黑棋是不能满意的 所以说黑棋断打 然后白棋提截 之后黑棋沾一个 白棋直接把底下的这个 打吃滚包交换掉 再把两口子拐死 主要这个白棋还是有这个回旋的余地 那下一招棋的话 其实对于黑棋来说 就已经是一个大的失误了 这个棋呢 其实下起来有点反常 就正常来讲 确实应该像实战一样 这个飞出 这个定势已经下得非常顺手了 下一百次 可能有99次这张下 但偏偏这一次 这个棋就是抽棋 为什么呢 这个棋给白棋提供了劫材啊 你如果说是挺头的话 这个棋就好棋了 不要看这个棋很呆 但它就是一个好棋 因为白棋 左上你得先去断 黑棋的先手截 左下脚 白棋对这个十字架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要跳一个封锁 黑棋可以直接消解 但你倒下来之后呢 黑棋脚上这一斑先手 再一坐眼 苦是苦了一点 但至少是活的 对吧 那黑棋完全可以接受 实战这个棋 黑棋飞这个 被白棋断打上去之后 往这个二路一拖 黑棋傻掉了 你这个棋还敢再硬结吗 再硬结的话 白棋一提结 你这个棋才从何而来 左下脚这个斑明显小了 这个不可能 右下这种挖呢 白棋也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 完全可以把这个棋消掉 这个棋提通的话 空打到手了 黑棋外边整体变薄 右下脚黑棋你就算穿下来 白棋搬住 那最多也就是占一点便宜嘛 白棋完全可以接受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棋黑棋就没下好了 这一走 那你这个棋打不动了 只有小棋 结果遭到白棋这一顶 这个十字架直接死掉了 对吧 刚才是苦活 那至少是活的 现在直接被干掉 那这个棋黑棋开去就已经崩盘了 接下来黑棋往前跳 白棋可以随心所欲的去补 比如说你要是担心底下这个断 你可以挖针 黑棋要是补断 你再从这边飞过来进攻 都可以 实战呢 白棋是逼住 这个棋也不担心黑棋马张断 因为断不成立 白棋挺个头 你挡住直接把你冲烂掉 这个一目了然 那实战黑棋走的是这个靠 这一手棋的话 其实是有一定的小陷阱的 他什么意思呢 就是希望白棋这样虎一个 黑棋顶住 最好白棋从上边打持 看上去好像把黑棋给封锁进来了 但是黑棋通过这手顶的交换 这个断就成立了 你再长他再一瞻 白棋回不去了 直接被这个断死 所以说他还是这个目的 那白棋自然是不会上当 豪哥走的也是非常的深猛 直接顶断你 然后黑棋往前长一个 这个时候白棋选择的是 站在左边 为什么不站上面呢 站上面的话 这个棋主要黑棋有个力的先手 很头疼 这样你挡住 他一冲一打先手 足度再一断 白棋两颗子又得死 所以说有一个这个棋 还是得防范一手的 白棋站这儿 接下来呢 黑棋站白棋站 黑棋再往上冲 白棋挖一个 不要看黑棋好像把白棋要冲断了 但是自己的棋还很紧 并且当黑棋打持的时候 白棋还可以跑 这里不管是加持 还是说扭阳头 都弄不死白棋 所以说黑棋依然危险 接下来黑棋断打白棋站 然后黑棋走了这个跳方了 这个棋因为你左边对杀 肯定是杀不过白棋的 像你这个先往二路搬 这个白棋压住 你要是这个棋呢 白棋就打得倒 这个黑棋肯定是杀不过的 你要是爬一下呢 就先把你吃通嘛 最多被黑棋滚包一下 这个都不叫事 你最终还是得回到外边去跑 实战黑棋就直接保留了 他走的是直接跳方 那白棋打了之后 拐住 彻底把这儿给补干净 黑棋再连扳 如果说刚才靠一个 是黑棋挖的第一个陷阱 那这个班就是黑棋挖的第二个陷阱 看上去好像黑棋这边有断打 这个到处是毛病 但是白棋不能这样去下 因为这样走的话 遭到黑棋打吃滚包之后 黑棋首先这个气已经尝出来了 然后他再一双 但白棋往底下断打之后 他左边这一班一沾 这样白棋好像够强 那就是比如说补底下 很明显一路有这种点 挡住的话直接断 沾的话直接拉回来 对吧 这个白棋变得气井 那你要是立的话 这个长气 黑棋外边这一长 再一长 因为你白棋如果不走的话 这一拐一家 要把白棋给弄死 你要是压这个 黑棋打了之后再打 打完之后再沾 对吧 你要是拐住封锁 这个黑棋直接收左边白棋的气 白棋也不够 现在黑棋看上去有六口气 他这一档 白棋倒虎弯三点中间 你再去紧气 他再扑一个再扑 那白棋怎么样都杀不过 横竖都是死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黑棋搬 白棋只有老老实实挡住 吃掉三颗子 最终黑棋沾上 那黑棋通过 这一连串的气子之后呢 外边终于稍微厚了一点 那要反攻白棋这三颗子 不过白棋这三颗子 是比较轻的 这个千万不要去直接跑 直接跑 遭到黑棋这样穷追猛打 那你这个棋越走越重 反而就 这个出路非常的不明朗 实战白棋很灵活 抄大跳 看你什么情况 你如果说飞过来吃 那就完全给了 白棋这三颗子随时可骑 把你中间破一破就行 那黑棋势必要进行一个强攻 所以说黑棋 先往这假过来 等白棋跳的时候 再来点次 那其实对于白棋来讲 还是可以把这三颗子看清 我就沾一个也无所谓 沾一个你飞一个 尖顶长 那白棋这个地方 你要是不放心你就跳一个 对吧 你如果说觉得自己这个 之固能力还比较强 你再去抢其他地方都行 实战谢尔豪还是一毛不拔 这个地方贴住 显得非常的强硬 这个棋确实白棋 也有这个底气就是了 他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说黑棋 你敢满干 比如说往这冲断的话 那白棋搬一个冲一个 对吧 你这个棋也只能退 因为你挡住的话 直接被打了穿掉了 这肯定不行 等你退掉之后呢 这个白棋往前一冲 再一冲 再一断 那黑棋其实两边都顾不上了 打的话白棋长 你再打白棋再沾 你这个棋 因为中间牵了一手斑嘛 白棋一斑这个大龙就出来了 而且黑棋气非常紧 你长一个的话呢 白棋一拐 把你这块棋给卷进去 这个黑棋跟白棋上面这个棋杀 也不是很乐观啊 毕竟白棋头在外面 你一手棋封不死 更不说还能来得及去紧气了 这个也是黑棋不好 那这个棋 黑棋应该怎么下呢 毕竟白棋走得比较过分啊 他没有沾这个 而是压这个 AI给的建议是 黑棋大跳出头 这样白棋他自己补一手 联络 黑棋再往前出头 这个棋什么意思呢 先把自己处理好 中间的缺口越来越小 那白棋往上跑的话 黑棋顺势为 右上 这个是黑棋应该 选择的一个正确的调子 但是毕竟人类判断 不像AI这么精确啊 并且开局 黑棋左下角就已经 死光了 所以说这个心态 肯定也受到影响 这样为黑棋 估计不太肯 实战 黑棋是搬这个 粘上 然后白棋顶住之后 黑棋再长 那黑棋的野心也就 显现出来了 他完全就是想整体进攻 白棋不是想把尾巴拖回来吗 可以成全力 现在要全吃 下一手棋 白棋唬一个 这个双方也是针锋相对 一个一颗子都不肯气 一个呢 就让你连 然后整体去杀 这个火药位也是十足啊 接下来黑棋大跳 白棋双 黑棋跟着跳 白棋再跳出 黑棋直接飞风 那这个棋怎么说 基本上就属于 黑棋杀不死 那就只能投降的 一个尴尬境地 但是棋长一尺 无眼自活 想杀白棋这条龙 何棋困难 接下来白棋往前冲 黑棋长 白棋再冲 黑棋顶住 这边两手棋的交换 主要是想把这个眼 稍微扩充一点 顺便随时威胁着 惊吞黑棋中间这两刻 然后黑棋先往右边跳 不断地压缩白棋 其实接下来的话 这个白棋作眼 最好的方向 还是从上边直接来啊 就飞到这的话 其实白棋已经很难死了 一方面又可以去边上去扎根 一方面又对黑棋这两刻子 随时采取这个封锁的战略 比如说黑棋要直跟着硬 那可能他就离死不远了 比如说白棋这里走一走 基本上黑棋就死在里面 所以说AI的建议 还是从上面这一带去寻找头绪 实战白棋这个尖确实不太好 这个棋让黑棋 从个位数的胜率 差不多就已经回升到 十几二十了 因为他这一跳啊 又破你的眼 又让这两颗子 跟右上的联络 更加的密切 是不是白棋这个 走法是有些问题的 然后白棋往前冲 黑棋这个时候双一个 瞄着挖断 白棋得补 但黑棋站上之后 还有打吃切断 白棋还得再团 结果再被黑棋刺到右上角 可以说这几轮的交锋 白棋完全没必要啊 也呢也没搞出来 还让黑棋的联络 更加的这个通畅 所以说这个棋搞不好 真有可能屠龙 不过还好实战白棋迷途直返 走的是上面这首飞 这个始终是个要点 黑棋也是非常厉害啊 金智棋好像听说这个死活 是非常强的啊 也就是局部的这些计算 还是非常准的 他这个地方也是下出一个强手 就直接靠在这儿 这个棋可以说没有比这个更凶的 你要是普通飞一个 让白棋连回 那这个棋就很散 不仅是没有破了眼 而且让白棋就比较容易活啊 比如说右边搞一搞啊 以后这个地方虎一虎啊 黑棋薄得很 上面这种尖顶之类的 黑棋可能很难去防守 但这个棋就很直接了 因为白棋要夹黑棋顶嘛 两边都可以冲回去 这个问题不大 直接靠到白棋的眼上面 那实战喜好好走的是这手飞 其实这个地方 黑棋也可以仗着周围的子比较多 用强 比方说黑棋搬这个 也不是不能下的 搬完之后白棋断 黑棋连回 几个黑棋还可以站在这儿 因为他搬的话就直接冲出去嘛 对吧 这个棋 白棋走这儿也可以冲断嘛 上面各种问题 黑棋不要单冲这个啊 单冲这个的话 如果白棋拐呢还好 那你沾一个他跳 你再断 这个白棋可能气不够 因为他打的话 黑棋跑 冲的话直接一路长上去 但白棋回头双一个 就回这两颗子的时候 黑棋往上一沾 就把白棋这四颗子给侵吞了 黑棋联络 而且白棋周围还是没有眼 但是先冲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白棋可以从后边断 这样一来黑棋往前冲 白棋夹一个先手在一班 黑棋这个双板凳要送了 所以说走到这儿 黑棋就单瞻就好 这是一个机会啊 实战黑棋是直接并回去 那白棋往上一压 这样这个斑断不存在了 白棋能够坐眼的地方 越来越多了 下一手棋 黑棋跳回 白棋再往上斑 黑棋断 白棋唬一个 把自己给联络 那这个地方 其实是保留一只后手眼的 就随时以后白棋从这儿坐眼 还是有这个眼的 接下来黑棋往上贴 白棋选择单长 这个棋反正长跟斑差不多吧 斑的话 黑棋斑 爬两下 再一跳 那白棋其实还是没有眼 实战白棋联络 然后黑棋飞这个 连这个的话 主要是就瞄着实战这里的一个靠段 这个棋就如果说黑棋冲 白棋断 黑棋干打的话呢 白棋直接做结 举步会形成一个结针 有结的话 像白棋这么长的一条龙 周围的本身结一定是非常多的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也不会轻易的去开这个结 实战黑棋是变一个 还是要强杀 那确实感觉黑棋 好像这一代下得非常不错 从一条看上去永远杀不掉的龙 变成现在感觉非常有机会了 接下来白棋往上唬一个 黑棋拐住 白棋再板 这个还是一回事 就是你只要黑棋敢断上来 我就跟你开结 黑棋这个结打起来要慎重 因为白棋结才太多 实战黑棋是往上打持 先联络 当然白棋这还是没有做出来演 不过接下来 白棋这手往里点 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 也是命中了AI的前三选 这个点是什么意思呢 一方面威胁黑棋上面三口子的联络 一方面是为了让黑棋右上角变薄 余位变多 方便白棋在右边去作演 这个棋如果说黑棋团的话呢 白棋就可以尖在这了 这个确实是有棋 比如说你这样跳下来 他拖一拖 这个棋 黑棋可能就扛不住了 你要顶这个的话 白棋虎一个 这边怎么样也能搞出来演 所以说这个点确实是非常精髓的一手 实战黑棋是并一个 这个要杀到这儿 黑棋也是非常嚣张 白棋上边搬 黑棋爬一个 白棋再沾 然后黑棋断 接下来谢小豪进行了一番大参考 不过在长考之后 并没有出现长考出臭棋的情况 而是准确的命中了一选 就是虎在这儿 这个棋也是之前 就是AI一直推荐 黑棋应该先拖一个 跟白棋沾交换的地方 这个棋主要是跟 后续的这个劫财的数量有关 被白棋往这一虎 那黑棋确实薄了不少 接下来黑棋打了之后 挤这个 也是为了破白棋的这个眼 然后遭到白棋这一段 因为针不掉嘛 黑棋就长 那接下来以后 白棋向右边这里的段 就很多很多的这个芥材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中间的虎 可以说谢小豪没白花时间 下的是非常的细腻 接下来的话 白棋往右边去跳 其实上面黑棋没走的话 白棋挡住 随时可以跟黑棋去干这个劫 但不知道白棋怎么想的 其实中间已经造出来 劫财的话 就应该干这个劫 然后就利用这里去找劫财就行了 白棋也好下 实战白棋走的是右边这个跳 这个只能说想索取的更多 那黑棋赶忙把上方的这个劫 给他补掉 断打一手 这个棋也是非常大的一手棋 之后白棋往右边拆出来 这个棋主要是瞄着黑棋的断 假如说黑棋不补 敢跳下来分断的话 那白棋一断 黑棋一打白棋一长 黑棋就不行了 因为这个棋你要是打的话 这个白棋一拐 对吧 你再断 这个白棋都不用去管你右边 直接把中间这个棋竞跑出来 你打了之后 他右边一打一长 你冲他就长 再冲再长 再冲再长 反正黑棋这根棍子已经老老的被白棋包围住了 而且这根棍子活活不了 想跟中间白棋大龙对杀 这个棋也差 差的太远了 这个肯定是杀不过的 所以说黑棋就老老实实虎一个不断 然后白棋露跳 白棋还是想在右边去坐眼 他放弃上面这个结 同时还想把右边的空给他捞回来 不得不说豪哥还是有一颗大心脏 接下来黑棋吼一个冲一个 白棋度过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黑棋如果说普通的夹一个断打靠下来 那白棋一拐打 这个地方马上做出来之眼 这个就不太要能死 实战黑棋是飞下来 当然这个地方 其实除了右边是一个焦点之外 右上角黑棋也并不干净 因为白棋有这种棋 他有这个二路透点 冲的话他搬 就是这个棋 如果说你这样搬 白棋走 然后这个尖回去的话 他其实也是带着眼的 这样白棋要活 你如果挡住这样去顶团住 那白棋挡着打吃粘上 其实上边还是个截 你补这个截的话 白棋右上角直接就活给你看 这个棋白棋补一手就活 所以说这个棋的话 这边味道黑棋还是不太好 有这个点的棋 不过白棋还是比较的周全 想先把大龙给安定 所以说走的是右边这手二路透 这个棋的话 黑棋选择是外边搬 我们来看里边搬怎么样 里边搬 爬一个 打吃 白棋打得沾 你这个肯定是加不住的 根本封锁不了 白棋随便断一断就行 你右边还不活 那如果说黑棋直接夹这个呢 白棋也不是很怕 我就反夹就行 不要冲 冲的话被黑棋这么一打 一贴一断 你打吃粘上 黑棋拐打 那这样反而白棋不好 因为右边黑棋要活了 中间这个地方 你铺了打吃滚包 那最多也就是这样 被黑棋一粘 什么棋都没有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说白棋拖的时候 黑棋夹 那白棋反夹就行 打吃就作结 形成铁的话 白棋上边本来还有节菜 再提 这个白棋也不是非常怕 那实战的话 黑棋走的是外边的班 虎一个 那让白棋这只眼做出来了 然后左上 当然这个地方 还有一只后手眼了 不过白棋也是计算 非常的准确 并没有选择补 而是在右下 再捞一票 黑棋长 白棋沾 下一招 黑棋这个点杀进去 今天这个金芝希 也是非常的暴躁 就是逮折这个 谢尔豪杀 之后白棋右下夹一个 黑棋选择反夹 因为如果冲 被白棋断打 尖出来的话 这个棋黑棋难办 你就杀不了了 打这个很明显 被白棋沾 一小间 这个要把黑棋整体反杀 这个棋跟白棋没法比 断这个的话 被白棋打 再来一个一路搬沾 那你这个沾也沾不上 吃回去的话 白棋还可以先手 把这连同 所以说这个棋的话 黑棋最终还是选择了反夹 之后白棋打吃 因为二路有一个挤过 所以说黑棋团在这 足度 那这个棋的话 黑棋暂时不太怕 白棋搬出来 因为现在搬 黑棋断打 打吃 冲一个 再把中间一连通 右边这朵花 是不太容易被封锁的 比如说白棋尖 黑棋靠一个拐住 白棋打破眼的话 黑棋这里一搬 再一虎下来 这边肯定有棋 就是白棋补右下角破眼 那黑棋恰在这 最起码是能搞出来一个截针的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也不着急往这去动手 毕竟秦晨姐的话 自己也不轻 实战白棋是往右上靠三三 靠完之后黑棋搬 白棋虎一个 然后黑棋沾上白棋再搬 那这个地方确实刚才就 如刚才所讲 这个味道不太好 黑棋怎么走都有棋 你要是点杀的话 看上去很帅 但是白棋可以打这个 提掉 你再断 他搬 你再打他断 你再打这个 他立 这个里面不是连环节 就是黑棋如果提这个 白棋是可以提这个的 也就是这一个节 脚上你扑进去 他再提节 你要沾的话 他可以直接再往一路沾 再强行做出来一个演 然后再 这个拼这个打结果 把白棋活掉 那如果说这个棋 白棋沾这个肯定不行 沾这个被黑棋沾 爬一个 断一个 立下去 收气 这个并不是经济独立 总有一边黑棋来得及去收气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黑棋就算点在这 使出这种抢手 仍然不能 拿白棋有什么办法 那实战黑棋干脆打上去 继续开节 白棋左边冲一个 马上吃掉这颗子作业 黑棋不让 沾白棋提 之后黑棋往中间打吃 再提节 然后白棋往这个 左下去靠一个 这个靠起 黑棋还是应该想都不用想 先搬出再讲 再继续去拼右上这个节针 这个肯定是不能让白棋给冲出来的 实战 黑棋可能是比较畏惧 刚才白棋 我们摆的右下这里 扳断的一个手段 所以说他突然就回到右下去打 这个明显是一步还手 你补这个是没错 但是白棋往这个底下一挺头 马上跟中间连起来了 之后黑棋扳 白棋断打 黑棋贴住 白棋从上边打吃 这个地方黑棋也不敢去跟着硬了 如果说你敢尝这个的话 被白棋这里一扳先手 虎一个提掉先手 再把左边三颗子一连回 那这样黑棋不行 因为你打吃这个没用 打吃白棋反打 沾上 虎一个断打 它是可以连回去的 一连回去 黑棋里边自然就死掉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只有老老实实 把三颗子给吃回去 接下来白棋右上再提结 这个棋 谢小豪现在不但是 要把中间大龙给救活 而且他慢慢的 已经开始对黑棋右上 这条龙有想法了 确实黑棋也没活干净 接下来 黑棋往左上打吃 提结 白棋底下飞刺 黑棋靠出 白棋再提 黑棋中间冲这个双板凳 再提结 然后白棋往右下角去扳 黑棋冲一个 下一手棋 白棋下的并不够解明 其实这个棋的话 还是应该就 往右下冲一个算 冲一个白棋先连回 黑棋右边整条龙 还没有联络 等他加吃去连一手的时候 白棋就把中间这条龙 给他干净的提通就行了 这样等于说 黑棋 提掉右上的这个棋身 白棋可以获得先手去收关 底下再打一打 把这彻底围绕 左边搬白棋反搬 就是这个棋 白棋收关的话 确实有优势 比较解明 那实战白棋走的是提结 这个棋又乱了 这个棋那里提结的话 黑棋立下来 这个右下角 又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然后白棋先往上团一个 这个棋呢 黑棋提 白棋沾 黑棋只有先去作演 白棋吼一个先手 消解 提掉 黑棋右边肩顶 当然这样形成了一波转换 这个白棋拿出脚空 当然右下被黑棋穿掉 整体而言还是白棋好 至于黑棋右上这条龙的话 那暂时问题不大 因为如果白棋断吃 黑棋有这个盗尖的妙手 如果白棋担心铺结 那黑棋立回来了 活棋 白棋如果说提这个 黑棋可以铺这个结 那白棋大龙被打结卷进去的话 就太难了 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 就当做黑棋已经活了 黑棋要见这个 白棋就站这个 然后黑棋立一活棋 实战白棋是提左边 那这样大龙安然无恙 之后黑棋右下飞 白棋外边飞 然后黑棋靠一个 之后白棋走的是斑 这个棋如果说白棋冲一个 断开黑棋 再来一个靠断的话 是不太好的 因为被黑棋挺头 你一冲他一打 那你外边牵一个断 里边的脚还是死的 这个没什么意思 实战白棋搬一个黑棋冲 把这几颗子吃掉 白棋还是回到右上去断打 黑棋倒肩 白棋提掉之后 黑棋扑结 这个棋也是双方正面银钢 白棋提 黑棋中间再一沾 想要活 这个棋黑棋放弃的有点太早 其实之前黑棋的胜率 一直是被压制的 但如果说下到这儿 黑棋就非常积极的去找结财 跟白棋打的话 那这个棋还真的说不定 白棋的优势没那么大 实战黑棋沾 这个就不能看了 这个棋被白棋无条件沾上 黑棋顶一个做活 那这个黑棋太过于委屈 之后白棋单沾 这个棋白棋也不要贪 如果说你冲一个去破眼的话 那黑棋一打 右上这一沾 等白棋联络之后 他可以直接搬进来 提掉跟你去杀气 这样白棋提团住 黑棋铺一个弯三点中间 白棋外边收外棋 黑棋也收外棋 收到最后我们会发现 形成一个打结 但是呢 这个结黑棋提 白棋一旦打不过提掉 黑棋再扶 白棋再提 黑棋就算没有结财 隔一手 等你收外棋的时候 他再提 那也是对黑棋有利的 一个进气节 因为黑棋先提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棋千万不能贪去破眼 只有沾这个 然后黑棋做火 处理好这之后 白棋回到右下 靠一个断一个 反正这个绞尽死了 黑棋挺头 白棋爬回 然后的话 黑棋没有选择 搬在这儿 粘上啊 这其实也差不多 实战单粘 白棋贴住先手 顶一个 把底下围好 黑棋左边一挡 白棋底下粘 先手搬住 开始围下方的空 黑棋断 白棋打了之后贴 其实走到这儿 这个大局已定了 虽然说白棋 优势并没有那么大 但是已经让黑棋 无法翻盘了 之后这个黑棋团 白棋猴 黑棋左边这里打拔 白棋立 补齐 然后黑棋虎在这儿 这个白棋提掉 黑棋左边猴一个 底下打吃粘上 白棋粘 黑棋上边爬 白棋右边断吃 黑棋底下长一个 白棋虎刺 右下交换两手 这个是白棋的权利 中间冲一个 挤一个 黑棋右边团 白棋这里双打 黑棋粘 后面都没什么讲头了 后来双方还在上面 这个结打了好一会儿 这个棋白棋 不断的收气 也是为了提这个结 逼着黑棋补回去 损失一幕 黑棋也是很顽强 我们来看这个棋 一直打到什么时候 打到白棋 没有什么节奈了 左上挤这个时候 黑棋战结 也是收到最后一个单关 然后最终的这个结果 是白棋赢了 一右四分之一子 确实赢的不算很多 但是从棋的内容上来讲 确实是完全压制了黑棋 从开局 黑棋可以说 左下角中刀了 这个棋应该 二路长去确保白棋没接财 实战被白棋杀一块之后 这个棋可就太惨了 接下来黑棋也是丧心病狂 要这个疯狂围追堵截 白棋中央巨龙 但是好在豪哥的这个处理手法 也是非常到位 特别是右上这手三路点 可以说是亮翻全场 之后在右边这一系列的腾罗 也是取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最终这个虎口脱险 好 那千万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